在投资者的角度里面 我们想知道 到底你的团队是谁 假设你吸引不到一群 有共事 有一起跟你有厌警的团队的人 你认为你的企业能做得大吗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主要就会看到你的团队 然后在看你的团队的过程里面 我们又主要思考什么 很多人在融资的过程 或是在商业计划书 都会把团队写得很大 写得很多的团队 其实主要在投资者的领域 在我们思考团队的过程里面 我们主要想思考 那几个做决定的人 为什么这个CMO 为什么这个人是你的CDO 为什么这个人是你的COO 主要我们想知道这样 然后我会问那些 新创企业或中小型企业 来找我募资的 为什么是这三个人做决定 为什么不是这另外六个人做决定 他们在做决定的过程 他们有什么权威 还是有什么经验 让你认为他是对的人 来做这个决定 这个是主要我们会去分析的 然后很多时候 昨天我在演讲的时候 特别好笑 我们讲的天师地理人和 有一个人就问到我们讲 到底今天有了一个 一群梦幻的团队 是不是企业一定做得大 是不是一定融资得到 其实我曾经成立过 一家梦幻的团队 我把16个高管 全部的经营 行业经营都融进来 我们在一天里面融了一千万 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花了八个月 每天开会 公司亏了一百四十万 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岗位 都要有高管 都要有经营来打理的 能请的就用请 你试看把二十个经营 请回来在你的公司 你每天吃饱饭就是开会 开会永远不有结果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意见 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 你永远通过不到 你每天就是在忙着开会 所以是没有结果 所以在这个团队里面 主要我们看的是 身为一个发起人 身为一个领导者 到底你怎么把这班团队 让他们运作起来 做成一个团队 而不是看到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的强项 我们要看到是每个all star 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团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